戴好机舰手,具备全天候,超音速,变后略以双座双发战斗轰炸机。 原标题,戴好机舰手,具备全天候,超音速,变后略以双座双发战斗轰炸机。 我们要聊的,一款苏联时期的战斗轰炸机,苏富24战斗轰炸机,外形虽不怎么样,不过在那个年代,使用性非常强。 苏富24北约戴好机舰手,从外形上看确实像机舰。 由前苏联苏霍伊设计局研制的,具备全天候,超音速,变后略以双座双发战斗轰炸机。 苏富24的发展可追溯至1964年,为了取代伊尔-28轰炸机和雅克-28攻击机的战术角色应运而生。 而且当时正值紧急时期,大量战术航空兵部署前线,可利用空中优势催地面装甲部队,苏联急需一种能够突破严密防空网。 苏霍伊设计局根据空军的要求,设计出了T6原型机,原型机共有两种型号。 一种是采用三角翼,安装摄理科起发动机的短距起降型,编号T6-11,而另一种采用可变后略翼型,编号T6-21。 经多次修改后,正式苏负24的生产兵型陆续于1973-1975年换装进行,出行因为被约所指的基建手A型。 其后修改型即被约所指的基建手B型,则在1976年夏天首次少量装备部队开始服役。 其后它的设计于70年代后期按照需求被多次地进行修订。 衍生型号包括,苏负24N,基建手-1,苏负24NR,基建手-1,苏负24NK,基建手-3,苏负24NR,基建手-1,苏负24NP,基建手-F。 在紧急时期,苏负24NR为了强化对其他的力量,曾将苏负24派驻到东德与白俄罗斯的前线基地。 苏负24NR制造数量于千价,外销阿尔吉利亚,苏丹,利比亚和叙利亚,伊朗等,并在乌克兰保有数量,而在1980年的局部征集经他国因此也获得了苏负24。 为何苏负24生产着吗?从功能上看,主要还是其具备全天候,超音速,能携带8吨重的外挂载荷,包括空对空导弹,空地导弹,航空炸弹,火箭弹,甚至还可携带小型战士和武器,进行纵身打击。 苏负24目前还有一定的数量在服役,近些年也比较活跃,在2014年4月12日,俄罗斯一架苏负24,在靠近罗马尼亚的公寒海域12次抵近目标海军驱逐渐飞行。 2015年11月在外执行打击敌人的俄罗斯苏负24战机被击落。 作为战斗轰炸机在空战中明显不足,但在地面打击上还是不错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